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款软件被称为是教育界的Facebook 或者是教育版的微博 它就是Admodel一款师生在线协作平台 之所以被称为是教育界的Facebook 是因为它和Facebook的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那么在里面老师创建一个班级的博客 就相当于是在Facebook里面创建一个用户账户一样 然后创建学生的群组 教师在里面就像发帖一样 可以布置功课,发布消息通知 然后进行评论 这些发布任务消息提醒 以及创建活动日历的功能 跟我之前提过的Google Classroom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教师在操作的时候呢 就像Facebook或者是像微博一样 可以及时的发布帖子 包含音频,视频,图片,文字内容 或者是其他的链接等等 上户以后就像微博和Facebook一样 可以互相的关注 同样的就像Google Classroom和其他极款软件一样 学生可以在线上传自己完成的学习任务 老师给予评分 也可以进行创建父母的账号 让家长也同时参与进来看到学生的一个学习情况和分数 下来呢我会很快的示范一下 怎么样建立自己的账户 以及一些简单的操作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界面呢 就是注册以后进来看到的Admodel的一个主界面 那么这边我先设置了一个我的班级叫做MistChance Class 那么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可以创建班级 这边有一些创建群组 那么你也可以根据学生的一些不同的学科兴趣去分组 那么我先进入到这个我的班级 那看到这里就是一个班级的一个Facebook一样的界面 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边一个框框呢就是可以收集一些非正式的回馈 比如说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这些做一些热身一样可以给学生去做 做成是公告 那么或者呢也可以把这个取消掉 然后做成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选项都可以在这里 那么除了可以创建这些简单的调查或者是小问题 你也可以加入一些你的功课 比如说功课布置 那么也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是一些文件在里面 那么这个就很方便的给学生可以布置功课 或者是给一些资源阅读啊 或者是一些视频的时候可以去做 那么这是一些简单的发布 这边呢一个加号就可以来创建一些你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要设置一些一个专题的研习 或者是来放一些Quiz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边都可以来进行设置 那么当你这些所有的一些资源发放以后呢 你可以在这边的资源库看到你所有曾经放过的材料或者是布置过的任务都在这里 以及所有发过的消息公告在上面这些都可以搜寻到 它的界面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一目了然 那这个是我没有学生的情况下如果你要邀请学生的话 你可以这边邀请其他人或者是让学生注册以后通过搜寻这一个班级代码来进行加入 这是一款免费的教育学习平台 它是主要针对于学生和教师的社交资源分享来创建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可以在线免费分享教学资源 学生也可以在线进行学习 就是这样的一款能够很轻松很便捷的建立师生联系的平台 那么在里面可以在老师的有效组织下安全的进行访问 得到学习的资料 获取学生的通知 以及在线完成任务 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远程的操控的一个教学平台